吃貨 有啊 玩家 在這 達人 這是我 我是吳怡霈 邀請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見 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 吃喝玩樂最有勁 11月13號星期六的早上10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時的POP有夠勁 我是怡霈 如果最近大家覺得 就是生活比較沉悶 像我相信最近大家的休閒娛樂活動越來越多了 我覺得令人開心的是 譬如說現在進劇場 不需要梅花座了 但是大家還是要戴好口罩 然後現在大家也可以很放心的進戲院了 我必須說 在今年的下半年度 可能也是因為上半年度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很厲害 譬如說我身邊有多好朋友 去拍人厲害的電影 電視劇 全部喔 通通都起到今年的下半年度 一口氣的要怎麼樣 要讓觀眾 要讓各位消費者 可以報復性的去電影院好好欣賞一下這些厲害的國片 而且現在這個國片的拍攝的種類跟內容 其實越來越多元了 前陣子呢 我去看了一部國片 我從電影院裡面真的覺得我從頭到尾心裡喔 大概有罵200句北蘭還有北七 就覺得這部電影 整個看完之後你會覺得心情很好 就覺得說欸我們台灣的電影也可以來到另外一種不同的境界跟高度了 不只是要拍小品喔 拍喜劇也可以喜劇到這樣的程度 好這一部電影呢在昨天在全台灣各大戲院正式上映了 就十一月十二號鬼扯 聽眾朋友聽到鬼扯這兩個字 常常會覺得說 這兩個字我也很常用 我都聽說你講話都在鬼扯 不是那個鬼喔 是鬼技多端的那個鬼 鬼扯 十一月十二號全台灣上映 而且在今年的金馬獎入圍了八項大獎的提名 今天很開心 邀請到一位 我在Hobing You 在劇場記得認識的Hobing You 演員拜拜 拜拜在今年台北電影獎也獲得了女配角獎 歡迎拜拜 哈囉大家好我是白白 今天白白有點就是醃酒嗓 大家原諒她一下 因為最近一直不斷的專訪 你不要離麥克風太遠 你離她近一點你講話比較輕鬆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的聲音實在是太恐怖了 不要嚇到聽眾朋友來講 我現在就是一個阿肚的狀態 好那鬼扯這當中呢 其實有非常多一字排開的演員陣容非常的浩大 另外一位邀請在鬼扯裡面 哇我覺得他也是蠻犧牲演出的 無論是搞笑正經戲阿罵髒話各項通通都來 歡迎黃尚和歡迎尚和 大家好 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好我剛剛這個白白在要進入一斤前阿 他去上了一個洗手間然後我就問尚和說 你們這部電影從頭到尾拍攝的時間大概經過了多久時間 他跟我講了一個數字我一直以為電影要拍可能兩三個月 結果你沒想到你們這個電影一下下咻一下就拍完了耶 來尚和這題你來回答好了 拍攝的時間大概一個月多 好像是45天內 然後我自己覺得快樂的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苗栗山區拍的時候大家真的打成一片 九池肉鱗 九池肉鱗 差不多這個形容 差不多有到這種嗨度這樣 但是沒有真的有肉的部分 吃肉有啦 就是民宿的老闆很認真的照顧餵養我們 了解 所以其實電影從開拍到結束四十幾天的時間對於一部電影來說 而且如果聽眾朋友你已經進電影院去看了鬼扯 或者是說你即將要去看的話你認真去看他裡面的場景 還有所有的美術什麼都非常的用心 再加上裡面的場景有很多蠻巨大的場景 你們竟然說45天就拍完 我覺得我覺得導演是蠻扯的 導演心臟蠻大可的 對 而且我們的美術團隊非常非常的厲害 他之前都有拍像是那個蔡依林的一些MV 就是那種超級複雜的場景 所以我們這次在裡面其實有公路 然後大石頭 然後有農地 然後還有農舍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我們住的地方 他都是那種古宅 所以等於說他們幾乎是找到一個類似的地方 可是他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質感 然後找很多很棒的道具 然後再來面新說那個氛圍 我覺得真的是超厲害的 了解 今天呢兩位演員來到了現場 雖然導演不在 不過還是要請兩位來分配講一下 如果說聽眾朋友還沒有出關過鬼扯的 先跟我們講一下這個故事的結構跟架構內容會是什麼 來上河你這個你很擅長 來來來擅長 反正大概就是我的老大就是瘋哥 柏林眼的角色呢 然後他們反正因為黑吃黑不小心把一袋的鑽石算舊 就用弄丟了然後被自己的兄弟黑吃黑帶走 所以他被現實要在48小時內 跟他的朋友就是我是他的算小弟吧 就是兩個警察要一起去追回這些鑽石 然後在追鑽石的路上呢 沿途就不小心碰到了一群村民 然後看起來外表看似樸實無華 他們看起來很無害 但其實內心詭計多端 各懷鬼胎 背景複雜 高低老少都有 所以其實這講出來就好像是 其實元素蠻多的 你說這個警察你們兩個在裡面看起來很不正派 很不正經 很不正經 然後再遇上一個劉冠廷 我一直好奇說劉冠廷他到底是想真心當警察 還是說他其實是有一點黑道背景 我覺得沒辦法界定他就是一個看起來北七北七 在裡面一個北七北七的角色 他其實是北七 對他完全完全的是 他就是冠廷是北七 可是我很好奇說冠廷在私下也是這種 這種痛調的人嗎 我覺得不太像耶 他當然戲裡面就是有那個喜劇的特質 那演員的話呢 我自己覺得我觀察他 他就是一定有那個幽默因子 然後他自己刻意的在這個戲裡面把它拉得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他私底下 我覺得也是有那個直男的白爛的部分 對也是有的 有時候開起玩笑來是不得了這樣 可是我必須說你知道拍戲就是必須要 譬如說一群人要待在一個地方 一段時間然後一直每天朝夕的相處 可是我覺得夥伴很重要 可是無論是像上河啊或是柏林冠廷 你們這幾個直男一定都是一窩 就是大家會窩窩在一起嘛 但我覺得這部戲比較可憐的是白白 你算是這整部戲裡面唯一的女生喔 女鬼不算 對女鬼 她是鬼 人鬼殊土 就人鬼殊土 你是唯一的女人耶 你在裡面有沒有覺得有一種特別待遇還是怎麼樣 其實完全沒有 其實真的沒有 其實真的沒有 你不提我還沒有想到 對 其實真的 你們很過分 你這些男生 沒有還是會知道 我們完全是玩在一起 我可以講一個我覺得很好笑 好來來來來 就是我們在殺青酒的那一天 因為我真的是難得一次是跟全部都是男演員一起講 而且我們幾乎就是住在一起 然後殺青酒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我們製作公司說 那不然我們今天來JESCO好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 好那今天這次的主題是運動風 然後我就好開心 我就跟大家就說 那男生都很懶 就穿球衣就要穿什麼球鞋這樣 然後我就說好好好 那你們大家就穿那個球衣 那我就當你們的球隊經理這樣 然後女生都會幻想像日劇的樣子 乾杯的情子 太可愛了 我還去訂做一件T恤 然後上面寫學長加油 你真的很認真耶 我很認真 而且我還就是 因為其實裡面大部分都是我的學弟 對 劉冠廷是我學弟 然後燕熙 然後大賀 他們在台藝 燕熙是台藝大的嗎 對對對 他是台藝的 然後他跟大賀同班同學 是喔 然後他們三個都是我的學弟 我還想說 我要裝嫩妹 我就寫學長加油 這樣子 然後想說太好了 我們等一下去殺青酒的時候 就可以拍一張就是球隊跟球經的照片 結果一去吐血 全部人都穿不同隊 蛤 就不可能不是同一個球隊 對不可能不是同一個球隊 都沒講好 就超白癡的 而且我們常常就是 全部人都混在一起 然後我們真的還蠻愛喝酒 聊天打開 然後還有什麼烤肉什麼的 我們完全沒有什麼公主般的待遇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很不錯的事情是 因為其實這一群男生 我們在戲裡面看起來非常陽剛 對 但他們私底下其實都是很溫柔的人 真的假 對因為他 就是像以前國小老師不是說 他覺得他自己是陰性的男人 對他比較感 有點陰柔 對或是他比較感性 他比較纖細這樣 然後我們大部分的男演員都是這種 然後剛好我自己私底下是陽性的女人 所以我們其實蠻合的 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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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實在這部戲裡面呢 我必須說我覺得我看到了很多演員的爆發力 然後臨場功力 因為在導演在受訪的時候 其實他說其實他給演員的這個表演 Range開得非常的廣 對 譬如說我們待會兒先 先來從白白開始聊好了 因為我知道白白他其實是 我很久很早之前就認識他 我們一起在劇場工作 他其實是一個完完全全喔 他完完全全就是一個在城市長大的女孩 而且你知道什麼樣誇張的衣服 放在他身上都很合理 但是但是but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一個演員 他能夠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跟他自己的完完全全走的 不一樣的路線 就是在鬼扯裡面 他是一個完全樸實的村民 而且那種樸實到我覺得 你不可能是有心機的人 但是喔我跟你講 電影之所以好看就在於 啊事情絕對不是傻人想的 這麼簡單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來 今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Hug Radio是我養氣 喔喔喔喔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見他們最亮眼 POP有夠勁吃喝玩樂最有勁 十一月十三號星期六的早上十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POP有夠勁 我是怡沛 十一月十二號鬼扯可以被譽為 2021年全台灣最強的動作喜劇 還不是只有喜劇而已喔 還有再加上動作兩字 但是我覺得呢充當動作兩字 真的是當之無愧 哇裡面有好多打鬥的場景 看了也是蠻過癮 而且呢 裡面竟然有我一直覺得 他是全世界最暖的男子 就是Ruff先生 他本名叫什麼邱彥祥 我每次看到他都很想叫他全臉先生 有沒有 他就是全民的感覺很暖 然後就看到他感覺很可靠 然後他好像就一直拿著菜籃 看到他就想要煮飯給他吃 對 結果沒想到他在鬼扯這部電影裡面 其實我覺得導演也把他變了另外一個人 其實邱彥祥對戲最多的應該就是白白 你們兩個在裡面是什麼關係 我們兩個是夫妻的關係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好像去應候 然後大家就問他 問說我們兩個關係這樣 然後就是夫妻這樣 然後他就問那個邱彥祥說 那你是跟白白感情狀態怎麼樣 他竟然講了一個超驚人 他說我無條件的愛著他 就是哇 而且我在跟他拍的時候 我們其實在戲裡面 因為他的主要不是感情的部分 不是感情部分 可是我們當有在對戲的時候 那個眼神之炙熱 真的假的 對對對 我已經感覺到那個非常濃烈的愛意了 很多 完全不是那種情欲這樣摸來摸去那種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很真摯的 就是那種很無條件支持你那種感覺 對對對 可是我必須說喔 你講的這一點我完全有感受到 你們在那個稻田裡有稻草的那場戲 我完全覺得他是對你炙熱的愛 還有你是對他無盡的付出 那種感覺 對 而且我們兩個人 並沒有做一些什麼什麼樣子的練習 我們只是溝通跟講話而已 就是聊完之後 對於這個角色的想像 他對我的想法 我對他的想法 然後我們溝通完之後 其實就上戲 我們沒有排練什麼的 欸那他跟你有聊很多天嗎 因為其實他譬如說我跟他一起工作 之前也在跟他一起工作 他不是那種在一個群體裡面 是那個主要會想要聊天的 主要開啟聊天話題的人 對他就像是一個門柱一樣 大家都做一桌 他就會站在門口 然後人家遠遠的看著他 而且他又很高 所以就會覺得 他是在幫我們把風 那種感覺 我也真的是沒有什麼跟他說話 因為他後來有帶一個助理 然後助理年紀可能跟我差不多 所以我們在山上兩個女生 真的是沒什麼女生 我就反而超常跟他助理聊天 他都沒有 他就有點像是一個like父親 可能偶爾就是插個話 然後就是會問說 那等一下要不要喝咖啡 對對對 這種聲調 他就是可能會關心你說 要不要穿外套 然後什麼喝咖啡 會不會 時間差不多了 對時間差不多了 要該進去睡覺了 可能就大概是這樣子而已 他就是一個暖男父親啊 對對對 真的是 但是你在這個戲裡面 因為畢竟台北電影獎 你拿到的女配角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評審團 一定看到你在裡面真的完完全全跳脫 你演出了另外一種喜劇的感覺角色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你想 越想逗人家笑 就像國修老師常跟我們講 我們如果太用力在演這個事情 就會反而笑不出來 對 可是我不知道我覺得看到你一開始 第一幕拍到你的時候 我記得你是拿的 類似像水桶還是什麼東西 一個那個就是在插秧的時候 一個算是塞子吧 對 然後我就笑出來 我覺得 這麼早 我是笑點極低 還是因為我認識他 我就覺得 這女的怎麼可以被搞成這樣 但其實你為了這個角色 包括他講話的口 我今天把我們拜拜 今天要講句講話 你是不是下了一番功夫 對因為剛剛一配有住 因為我們本來就認識他 就知道我們是標準的 我們是一個所謂的城市小孩 就從小住在台北 我這輩子沒有住過鄉下 也沒有誤過農這樣 然後我當時接到這個角色的時候 是覺得非常興奮 因為我就是很想體驗看看這種生活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卡司 非常的漂亮 對很堅強 就是柏林 然後倚文哥 金馬營蒂 金馬南佩 然後那個善河 然後善河 大河 然後演習 然後再加上全民先生的眾所皆知 就覺得說 哇大家都有一個勳章 就是摸金的那種 我那時候沒有 我就覺得壓力其實蠻大的 然後我覺得我會擁有那個 要把城市的感覺削弱掉的idea 是源自於這群男演員 我們大家一起讀本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們一直在想辦法 再平衡那個local的感覺 要到什麼程度 因為其實你也可以故意做的 比如說台灣狗野這種的 但這個就是很 理所當然 就是大家會這樣表演 或是很方便 那你就覺得沒有人在出這種菜 然後我們大家在調說怎麼樣子 趨近寫實 可是又要找到個喜劇的 節奏 或是基調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這個女生 她其實在戲裡面 並沒有交代她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而且她跟這個男生 就是跟Ruff有很緊密的那個情感的東西 可是她又沒有就是太多的鋪陳這樣 然後她在裡面 導演規定她說要講全程講台語 因為她台語超好 我台語超爛 所以我在講台語的時候 其實很明顯就是一個台北小孩在講這樣 然後我縱使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可以練 我還找老師上課什麼的 都還是 而且你在電影院裡面那個音響這樣放 超明顯 其實超明顯 那個比劇場還要更明顯 我就想說完蛋完蛋 然後我們那時候想了很多方法 比如說陸沛 然後外配這種的 但是都不是那麼的像 或是其實那個聲音放在這個片子裡面 有點太突兀 然後我在想說 這個女生到底為什麼不離開這些阿薩普魯的人 我也在想 對為什麼 那我就想說她身上一定有一個 就是甩不掉的苦情 或是她有一個苦衷 讓她沒有辦法在其他的世界環境裡面生活 所以她只能屈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想要給她一個 身體上面的小殘缺 可是又無傷大眼 因為我就不想要做什麼腳斷掉 然後身體不方便 會覺得貼那個標籤幹什麼 我真的是在開拍的前十幾個小時 聽到一個我去菜市場買菜 然後那時候我都還是很焦慮 又找不到那個聲音 我只背了台語而已 然後就有個阿嬤 我買完山藥的時候 她就問我說 阿嬤要很焦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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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就是你要不要塑膠帶 然後我一聽到的時候 好像被雷劈到這樣 我想說 阿嬤給你一個HINT 對對對然後我就說 喔喔喔喔喔喔喔 買買買買 然後我看到旁邊有那個不知道什麼菜 我就問她 我問她這個多少錢 然後她說 就一斤一百五 我就覺得 哇我想要這個聲音 我在那邊跟她聊了一波之後 回到家之後 就一直模仿這個聲音 真的剩十幾個小時 我就一直錄一些超級奇怪的影片 我也沒跟許富翔講 然後我們是當天已經要拍了 然後就是那種 講好戲準備要321Action的時候 我突然握著她的手說 我想要試一個聲音你聽聽看 然後我就講了一遍給她聽 我還記得那個台詞是 因為怪哥以為國未來 我們在那邊走得那麼多人 聽眾一定聽不懂 上合你幫我翻譯一下 他說這位帥哥是從哪裡來 然後 我們在那邊走得那麼多人 我們在那邊走得那麼多人 對對對 你很棒耶 讚喔 我竟然聽得懂 你很竟然說我翻譯官 我是你的翻譯機耶 真的 然後那個時候導演這樣一聽 他就韌了3秒 而且那時候我們旁邊 有那個收音的那種 然後他是這樣轉頭 然後這樣連成很疑惑 說 沙咪 然後導演想3秒之後就說 嗯好 他說可是全劇喔 全劇你有辦法嗎 我說嗯可以我練好了 然後那個收音師是真的 真的假的 我覺得導演真的給你們range很大耶 對啊 而且我其實心裡頭有想過 他應該會打槍我 所以我其實是準備了兩個別的 那另外兩個呢 你有在媒體當中講過 另外兩個別的是什麼 另外一個就是大舌頭 這樣子 欸大哥你我都未來 然後聲音是比較 這兩個有不一樣嗎 不一樣 鼻音跟舌頭不一樣 第一個就 他的共鳴在哪裡 就是鼻腔 比較多 對 然後另外一個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 是這種 原本另外一種是舌頭比較大的 那種 所以你會聽到很多那種扁扁 然後叭叭叭的那種聲音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是 超級娃娃音的台語 什麼是超級娃娃音台語 來來來來來來 我現在就是 阿肚 身為一位演員好嗎 那是阿肚的狀態 另外一個就是 好可愛喔 就是這個我覺得 很不合理 但是這很不合理 對 就是他真的長著 因為在裡面我被 塗的灰頭塗臉 對 可是我覺得這也會有一個 角色對比的有趣點 對對對 因為真的我有一個同學 他說他全家都娃娃音 然後我想說他們全家在吵架 應該超好笑 你好過分耶你 你去把那個東西拿過來 你很煩耶你 然後我說真的是這樣嗎 他說對阿 我說那你爸有嗎 他說他爸沒有 其他的四個姐妹加媽媽都是這樣 所以後來導演就買單 所以要5 4 3 2 action 前一刻導演買單 對 因為我那時候是覺得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趕快跟他說 我就舉手說 排完了嘛 我就說我想試一個 第一個我們試這個好不好 然後他就這樣 好啊這樣 但是導演買單了 柏林有買單嗎 柏林沒有 柏林一直笑場 柏林很崩潰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村民們要拍三井的戲 對 我們先拍了三天 然後柏林跟柏林還有冠亭 他們是三天之後才來 而且我們第一次見面拍的那場戲 就是我跟柏林跟他們這一幫最重的一場戲 就是情緒是最重的 然後他第一句台詞 他就是要兇狠的逼問我說 其他人呢這樣 然後我就說 你跟柏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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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這樣子講完 他直接這樣 啪 爆笑這樣 整個直接爆笑 然後因為我其實是他的粉絲 我跟他對戲 我其實有一點害羞 誰不是他粉絲啦 對啊 你現在看一下台灣的女子 誰不是他粉絲 真的 而且我們那個距離是 我在田底下 他在上面 我是這樣仰望著他 然後用那種奇怪的方式跟他說 對啊 他那個笑是幾乎是那種蹲下那種 我是不能再拍的大家暫停 然後他轉過去問尚合說 你聽得懂嗎 你聽得懂嗎 尚合你聽不懂嗎 尚合你聽不懂嗎 沒有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我也是傻眼 真的 我是懂就是真的假的 沒有你那時候 我跟你講 訪問最有趣的點 就是在於我們可以講出一些 在拍攝當下 或是說在訪問的時候 沒有被問到 你那時候心裡會不會覺得說 白白你慢慢什麼 上面給我惡搞 你心裡第一句台詞 沒有那個時候會覺得 要不要找人問 有人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是真的嗎 這是什麼狀況嗎 以為是整人節目 對啊 亂來的嘛 好 其實這樣說 演員在每一個角色裡面 賦予他生命 還要給他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為什麼 白白可以拿到 這次台北電影講的女配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因素 好廣告之後 我們聊完了白白這一段 廣告之後來讓尚合好好發揮一下 聊一下黑幫這一段 也是很好笑喔 也是喜劇擔當 而且都還要練練漢草喔 竟然有押韻 進一段廣告 吃喝玩樂最有勁 十一月十三號 星期六的早上十點鐘 歡迎再度回到POP 有勾進 我是怡沛 好鬼扯 其實在現在全台灣 都可以看得到囉 請大家進去戲院來支持一下 如果你真的覺得齁 你最近要被老闆刁難啊 被人家衝康 覺得有點笑不出來 其實我覺得戲劇這件事情 就是這麼奇妙 你去看看 你在你人生找不到出口 或是遇到關卡的時候 你去看了一部作品 搞不好就會給你一些啟發 我覺得鬼扯是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 真的有時候覺得 人生不要這麼過不去 對很多事情太執著 譬如說 來鬼扯裡面的這一群 不正經的警察 他們為了這個鑽石 這麼的執著 所以你們才會遇到了這個 白白這些村民 這麼奇怪光怪陸離的事情 好 尚合在裡面演的是一位警察 對 可是你跟柏林 你們兩個 大概是屬於哪一種警察 感覺好像是辦刑事案件還是什麼案件 是刑事案件的警察 然後我們比較屬於不是走主流路線 你看我們那個裝扮 你們太不主流了 超不主流 而且我的角色 我一開始跟導演討論的時候 就是我會比較像小弟 就是跟著大哥的感覺 但是有時候大哥做一些決定 我自己在看劇本的時候就想說 這些決定也不是太聰明 為什麼這個小弟都沒有反對 或者是有些特別的想法 然後許夫想說 對我怎麼沒想過你覺得咧 我就說我是不是喜歡他 然後 然後許夫想說 你是不是演BL劇演上癮 也沒有 但不然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這太蠢了 有一些 但後來那個當然放在很底層 但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 比較好玩的是跟柏林在討論劇本 然後後來冠婷又夾進來 我們光在排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開始不太知道自己在幹嘛 其實我覺得你們這三個人非常難演 因為你們的角色的切換 還有你們三個各自不同的個性 當然我覺得冠婷她是走了一個 就是跟你們兩個不一樣的路線 可是我覺得你其實夾在柏林跟冠婷中間 其實你的角色也很難發揮 我覺得我的角色比較好玩 就是因為我要跟柏林的關係要比較密切 因為我就是跟她是一組的 然後冠婷進來之後 我不想讓冠婷的表演變得太怪 就跟大家比起來太扭曲或不正常 所以我有時候也要跟冠婷同樣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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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跟柏林比較認真的一起去辦案 想辦法這種 就是打在一個中間的平衡 其實你這個角色是蠻重要的 你要把這兩邊的balance抓到一個平衡點 因為假設如果今天中間少了上合這個角色 譬如說柏林是一個她就帥嘛 然後再來冠婷就是走一個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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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ㄎ version 但如果冠婷就會走一個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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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G 如果說柏林在罵髒話就啦 也是覺得T他有點心疼 所以就是你的角色剛好是一個穿真影線的恩 帥ㄎㄧㄤ的角色,我要把帥跟ㄎㄧㄤ放在一起的角色 好啦好啦,不否認啦 但是你有覺得帥ㄎㄧㄤ這個角色,你自己詮釋起來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蠻好玩的,就是我自己覺得這個角色在跟柏林在那邊睡睡睡看 跟冠婷在那邊ㄎㄧㄤㄎㄧㄤㄎㄧㄤ 到最後變成一個蠻可愛的角色 我覺得這個角色到後來,電影到後來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自己會覺得這個角色其實蠻可愛的,就在一個中間 其實我很喜歡你的一場戲,就是在你們進去的那個屋子的那個最沒人敢去的那一間 金剛金那一場 然後有電話響的那一段,我覺得你太好笑了 你整個狀態都太白蘭了 廣播訪問可以講白蘭的,就整個狀態都太白蘭 但是聽說你們這一組在拍的時候 當然啦,我剛剛聽了白白說,我覺得許富翔導演他也是給你們很大的range 但聽說你們很多事情,你們是自來梗 真的假的 我覺得超好玩的就是每一次,幾乎每一天在拍都我跟冠婷會搏淋 然後我就會在外面發呆,就看著好山好水 然後冠婷也會出來,然後馬上就看著外面 然後他就會忽然問我說,誒哥,就是等一下我可能不會那樣講 我說如果你要這樣講,那我可能就會講什麼 然後我們就重新對蕾是詞之後 回來看就發現,怎麼跟原本的劇本差那麼多 然後我跟冠婷就會輪流說,昨天是我去講,今天你去跟導演講 然後去講完後來就說,欸,導演說可以,導演說可以這樣 然後沒有一次不行 我光是覺得他同意白白那樣講話,我都覺得那導演應該沒有什麼不行 然後知道有一天我跟冠婷討論到有一場,我們要完全把它改掉 我就說這樣會不會改太大 然後就說這個如果改下去,可能後面有幾場戲 包括場景什麼都要換 然後我跟冠婷就說,那今天我們一起去討論 去挑戰導演,終於失敗了 不然就會變成另外一部電影 來來來,我們來小小抱了一下 裡面到底是哪一場戲,是原本你們想怎麼改 因為中間其實有一場戲被剪掉,這可以講嗎 是不是還是不能講 我不知道怎麼被剪掉,哦,我玩頭髮的 哦,不行,頭髮不行,有被交代 哦,好 就反正有一些梗躲在裡面,然後我跟冠婷有點玩得太兇了 哦,玩太過分 對對對,然後 但我覺得比較好玩真的是會一直笑場 哦,對對對 你們是不是一邊拍一邊笑場 大部分都是 真的是拍這個戲最辛苦的地方 就一直撲著 我跟你講,我第一次聽到有演員在想說 我覺得拍這個戲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我們要一直忍笑 沒有,因為真的蠻每天都會發生這種事 比如說我們之前演屏風的戲的時候 不是有時候也會有這樣子嗎 對啊,因為有時候一些前輩就突然直接弄了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hold不住 而且又在台上 而且在台上你又沒辦法重來 真的,而且那種東西是 那個校穴一被點了之後 完蛋了 而且那是會連帶影響 對,而且就是旁邊站在周圍的人都會被影響 而且會覺得不好意思給我一個包箱 然後讓我先笑個30分鐘再起來 我也會背台 因為我就覺得我真的很相似 對啊,所以我們大部分在拍的時候是這樣 而且拍戲的時候有時候是拍他們那一面 我們只是丟台詞就好了 可是在看的時候你看得更仔細 真的是超想笑的 好,我來講一個好了 然後當時我們接到這個劇本的時候已經是蠻後面FINAL已經要確認的版本 那他們在開發這個劇本一定前面有很多不同的版 沒錯 對,然後因為我跟大賀很熟 有一次就是我確定我接到這個角色 我也知道有他 然後我們剛好一起工作遇到 我就很開心跟他說 然後後來他就說 你知道這個劇本當初有一個版本 在戲裡面其實你有外遇嗎 我說蛤?真的假的? 我沒有看到這種 你為什麼要模仿大賀講話呢? 他大賀講話就會有點這樣子扭扭 你知道我就是這樣子扭扭捏捏 然後他就說原本裡面有一場床戲是我跟你 我說蛤?真的假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演過床戲我就很興奮 我說真的假的?好開心喔 後來他說但是我花一百萬把它拿掉 什麼樣子? 這個太好笑了 太過分了吧 沒有重點是你跟他拍床戲 你怎麼會覺得有種興奮 你應該說我今天我跟陳柏玲拍床戲 我跟你講那才要三天三夜都不睡覺 不是是因為我這個喜劇演員 我們很少會有感情線 所以說我真的是無魚蝦也好的狀態 當然有這種事 我跟你講如果今天想說 導演跟我說 我跟你講因為你有床戲 然後跟大賀 我應該會跟導演說 我想花一百萬把它拿掉 那種感覺吧 但我懂啦 就是通常喜劇的這個像你這樣的角色 你很少會有走感情線的那條主線 因為感情線都是男女主角在走的 對啊 因為沒我們的事啊 我們都是在旁邊負責失戀跟單戀 超會單戀的 超會失戀的 了解 你們說不能爆的雷 是不是在就是有稻草人的那一場 對對對 那一場也有 對那一場也有 但我有一場戲 就是內容是 但大概的意思就是 反正 我覺得那一場我跟冠婷都很認真的憋著不笑 大概一開始我說 但我們一定會笑 我們等一下一定會笑 那是台詞 那是台詞 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一定會笑場 那我們想辦法一直對 一直對 對到我們開始笑不出來了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作戲這樣 然後來 Action 然後他們兩個就對對對 快要整場快對我們 都沒有笑場太棒了 然後接下來就會聽到旁邊工作人員講 然後咔 工作人員就開始一個一個被叫走 沒錯 因為每一次都會一直有人在笑場 最後都四五個人工作人員出去了 然後我就跟大家講說 我們再認真的憋一次 我跟冠婷就跟大家跟大家認住 不要再少人了 我們要全軍覆沒 可是我覺得 一部電影可以拍到 從頭到尾都會覺得是一個心情愉快的狀態 完成我覺得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真的真的 就是我自己覺得超級夢幻的 當然就是可能大家 比如說年紀相仿 然後也都熱愛表演 然後再加上這個劇本本身的基調 是建立在喜劇上面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導演 有一個很驚人的地方 大家每次問我說 跟許富翔拍感覺怎麼樣 我都只有回一句話 又快又好 我們的公時真的是很短 他就是永遠不超時 他太知道他自己想要什麼 然後連那個民宿老闆 有一天還跟我講說 我們就出班然後回來 他說你們怎麼那麼早回來 當演員真不錯 還可以誤會 好像說這是一場大誤會的民宿老闆 我們當演員很辛苦 我們每天在操班的時候 你都沒看到 真的我想說誤會 我們就是其實因為公時短 然後我們相處的時間也變多 然後我們那些沒有在拍戲的時間 確實有聊天玩樂 確實有 可是我們這個組超誇張 我們花很多的時間私聊彼此的表演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圓桌會議 而且那個認真度是 真的剛剛才拍完 然後大家可能吃個飯 然後把酒帶出來之後 我們不一定會先聊一些屁話 我們會先把今天拍的所有的特色 我喜歡我懂 真的而且就是剛好 因為我跟上和我們兩個都是表演老師 但是一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都有發現 好像有一些場景怎麼樣 有一些戲怎麼樣 也不確定 因為不是每一個劇組都可以這樣子接的 對 然後我跟上和之間我們也是不了的 對我們都知道同台不說戲這樣子 然後大賀因為他是學弟 他就一剛開始 畢竟這麼多哥哥姐姐 他就會覺得很不安 他還就敲我的房門 然後就說 欸那個學姐 我哪一場怎麼樣怎麼樣 好像遇到問題 你可不可以跟我說 不知道怎樣 我直接想走開 把他關出來 摔門 為什麼 因為同台不說戲 縱使我可能覺得怎麼樣怎麼樣做還不錯 或有一些想鼓勵他的話 但是這都是不能說的 對啊 國修老師也是這樣跟我們講 就是不可以不可以這樣 講彼此宴緣怎麼樣 真的不行 然後我已經這樣甩門一次之後 又接到一通電話 真的是我們才剛分開半個小時 侯彥熙他住樓上 他打電話給我說 學姐我明天要拍那一場 怎樣這樣 我說你們不要罰我好不好 學姐好累 我還想說學姐說 我還每天要那個認真我的角色 我還要替你們想辦法 後來我就把他推給黃上和 我說你打給上和 他住你隔壁 後來超好笑 大家最後拿著酒跟劇本下來 就好來聊 然後我們直接排戲 排明天要弄的東西 超認真 就你們真的非常的把 就是你完完全全已經把就是 拍電影的過程當中 已經變成是我們舞台劇 在討論角色的感覺 真的 可是我覺得也是因為這樣子的堆疊 才會讓這部戲的這個高潮疊起 推到一個最高點 我覺得後來我發現了一件事 我跟這一群這麼棒的男演員身上學到 我就可以分享給大家 因為大家都是很有經驗的演員 然後其實說實在的 我們是我們這個戲比較特別是 每一個配角都有自己的一條線 你會看到很鮮明的色彩 這個時候確實 一群戲 大家都 我們的宣傳就講說神仙打架 然後就看戲精表戲 說真的 如果你想要求表現的話 你會很在乎你自己的那條線 好等一下喔 你跟男演員學到了 這群男演員學到了什麼 我們到最後一段來說一說 好 好今天很開心呢 在節目現場邀請到了白白還有上和 然後鬼扯我覺得是真的蠻好看 大家可以進戲院來支持一下 好最後白白 你剛剛原本在上一段 我不小心打斷你 你說你在這一部戲裡面 覺得跟其他男演員 學到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就我剛剛有說 我們就是非常多的配角這樣子 然後大家其實是在求一個共好的狀態 就是我們大家其實是 比如說我們群戲非常多 然後大家都一定會被劇本知道要做什麼點 但等你進到場景之後 可能有些道具啊或是鏡位啊 你可以怎麼樣子的玩 然後可能大家就會說 那這個點你做 我不要做 我覺得你做比較好笑 然後大家就會有點 就是不要啊 就推啊什麼之類 然後所有的人就會說 這個就你做 只有你可以做 因為大家都有那個sense 可是我覺得很難得 很難得 因為到底是哪一部作品 誰不想要自己的鏡頭或是台詞是最多 然後最好是focus都在我自己身上 然後不要去別人身上最好 真的 然後我真的在柏林身上學到一個事情 他真的讓我好感動 因為他主角 所以主角一定都是擺在最前面 他最靠近鏡頭的地方 我們永遠是圍繞在他旁邊 大概是這樣 他常常是拍在半天他會自己這樣 不好意思 他就會稍微 然後大家想說柏林怎麼了怎麼了 然後他就會說 我剛剛cover到上河 我剛剛擋到拜拜 他都會顧到全部的 對 超誇張的 這太誇張了吧 對我想說他是有 後面是有說 有陰陽眼的 是不是 對啊 所以他會知道說 每一個人在他身邊的狀況 他其實很細心 非常細心 就連我們在 我在戲裡面有在田裡面 然後我們那個田那個水 其實就是泥巴的水 然後我說在那邊打來打去的時候 那個水見到我的鼻子 然後有一場戲是 那個見到了之後呢 大鶴很用力踩 然後有一坨泥土乾掉在我的鼻子上 隔天又要再拍這場戲的後段的時候 我們就準備stand by 然後結果柏林就突然一下痴痴的看著我 臉紅心跳 然後他就突然叫我那個化妝妹妹說 不好意思幫白白補一下 他的鼻子 昨天這邊要有一個泥土 要連戲 他才適合當場記啊 他是場記的料耶 很多場記沒話記那麼細耶 對啊 所以他就是一個超級細心 然後你就知道說大家都在求一個共好 我們都會覺得不管怎麼樣我們要一起幫忙 而且其實他跟冠婷還有上河 他們那個戲的比重是很不一樣的 可是他其實會浪 把一些有趣的事情是給他們做 他很知道說誰負責什麼 我覺得他真的好了不起 因為我們在拍的時候 冠婷其實會很擔心他自己丟太多 或這樣會太白了 或者是印象到我們兩個 但我們都會三個一起討論說 等一下可以有什麼哏可以一起玩啊 沒有他現在還在 我跟你講上河大家又要原諒他 因為他就是在一個直男的 這個戲裡面鬼扯的 完完全全在這個角色狀態裡 很榮入底 他就是在角色裡面啊 然後討論完之後我們就會決定說 冠婷這個梗就丟給你了 然後冠婷就會覺得 我是不是一直在搶大家的戲 我跟柏林真的都不會這樣 就覺得這個角色你就應該這樣推 然後我們其他人會有其他的反應 但這個戲很好 我自己蠻喜歡你們那條線 因為你跟柏林是走一個快的路線 那冠婷突然來一個慢的 然後他的講話tempo 在角色裡面的講話tempo 跟你們不一樣 所以就會有一種balance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好為什麼我覺得鬼扯喔 大家真的要進去看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演員都發揮了他們 當然我覺得剛剛白白講得很好 大家求一個共好 那這部作品就會好 再來當然這個雷不能爆 大家仔細去進店員看 真的會讓大家大飽眼福好嗎 我只能說到這裡 這個是不是不能講 對這個不能講 但真的很飽 我跟妳講我真的吃超飽 我看的時候我心想說 天啊我沒有想到我會吃到這道菜 對因為前面妳會不知道他要來 因為我也不知道怎麼突然之道 這麼豪華的和牛就這樣端上來 我有一種受寵入境的感覺 我完全沒懂 身為一位觀眾 你懂嗎 因為我那個時候人的位置是站在搖滾A區 第一排 你說太坦丁了 沒有沒有 我說剛剛我們說大飽眼福的那個橋段 我剛好是站在最前面 書超飽 可是我跟妳講 我們生活藝人 就有點不甘心 我就覺得 我覺得還可以更飽 口味太重了 胃口被養大 我跟妳講胃口被養大 因為妳那個太突然了 還要還要這樣子 對就太突然了 就覺得有點還蠻爽的 接下來就覺得 怎麼怎麼只有這樣這樣子 好我相信導演一定有他的這個想法跟需求 好不好 也不能讓觀眾太飽 也是要有一點保留 但是講到這裡 就是叫各位聽眾朋友 全部都盡心願來看一下 鬼扯我相信不會讓大家失望 謝謝掰掰 也謝謝上和 謝謝